高雄的夏天好熱好熱 每天外出騎車還需要扛著大太陽 都快被曬出水來了 在高溫的情況下騎車 最煎熬的情況下可能就是等紅綠燈 即使已經熱到受不了 大家還是全副武裝包緊緊就怕被曬傷 今年高雄的夏天好像比往常還要更熱 為了避免大家塞到中暑 因此交通局宣布了 將會在離風時段減少部分路口的停等秒數 讓大家少賽一點 炎熱的夏天我們有調整了路口的耗製 我們將市區路段的耗製的週期 從150秒調降為120秒 那150秒調整成120秒有什麼樣的差別 那假設以一個路口150秒的話 每個方向平均分配75秒的時間 那它就會少了15秒的紅燈的等待 這樣對民眾在騎乘機車在減少曝曬的情況下 會有一些幫助 那所以我們在離風比較曬的這個時段 我們會調整 可以實施啊 可以實施啊 這樣比較不會這麼熱啊 那假如說可以減少真的很好啦 當然啦 喔有的應該兩分鐘以上有的地方啊 民眾敲碗再多增加部分路口減少秒數 但是縮短耗製週期秒數 需要再多加考慮多項因素 交通局表示將會持續的觀察車流疏解 以及耗製尋主連鎖的狀況 再適時的嚴厲做調整 我們目前調整的範圍是 五幅路以南 然後明泉路以西 然後再來就是中山路以東的這個路段 那已經在這兩天已經有陸續幾個 路口都已經調整完成 這些路段我們也都有在評估之中 因為我們會把它的虛境帶 再調整前後的部分來做一些比較 我們其實不希望是說單一個路口 它縮減它的停紅燈的時間 但是它整個總的旅行時間反而變長 所以這部分要特別小心 所以我們也會來持續來評估 嚴嚴夏日 騎車上路都需要加強防態措施 這次配合季節調整的路口的等待時間 也讓通勤路上多了一點小學性 記者川軍 高雄報導